OK兄弟们大家好 我大炮啊 今天的话继续给兄弟们解说一下 魏洪峰打小玩的法系的第二把比赛 第一把比赛的话打得非常快 我们来看一下第二把比赛 第二把比赛的话 魏洪峰武装怪那边的话 提前的话先丢了破甲 可能对面也是非常懂啊 就是法系能 赢武装怪的话 可能只有一种可能 就是56回合7.0元 就是你7.0元没有起之前的话 应该是怎么样都打不过武装怪 所以说的话我们来看一下 这一把比赛 比赛的话第四回合 观战方的话 灵丹咬走对面的一个宝宝 宝宝没有跑 我感觉宝宝没有跑的话 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感觉啊 对面的话宝宝的话 加了一个野兽 马上比赛第八回合 对面有这安静起了 对面的话先笑几残刀 没有选择封印啊 我跟兄弟们说一下 对面这一手非常鸡贼 他这一把笑几残刀的话 就是不管过那盘出宝宝 还是用特技的话 都是对吧 一把笑几残刀笑掉 比赛的话第七回合 对面的话可以起身安静起了 你看 我都跟兄弟们说了 魏洪峰啊 他除了好硬件不好啊 宝宝的话是没有高级 没有什么 没有高级会跟高级名思 射业了一些 给宝宝点了个蓝灯啊 比赛的话第九回合 宝宝清掉 对面的话选择先封人 再出宝宝 没有封重 这个宝宝的话是精心一剑了 我跟兄弟们说一下 对面会 如果说打得鸡贼一点啊 对面这个时候直接不出宝宝 给自己套天地 天地一套 先把宝宝 先摇跑再说 真的 关键盘的话丢鬼气 比赛十三回合 有吸血特技 前面的话配数直接写掉 摇头摆尾 攻宝宝 这个宝宝三害高啊 这一回合 封重很关键 对面下回合的话 直接给宝宝要起天地啊 对吧 关键盘很懂啊 没有解自己啊 这个时候对面给宝宝加尖 命期有点无解 对吧 其实炮哥打还宫真的厉害 兄弟们 我跟兄弟们说一下 兄弟们是我粉丝 被人家欺负了 要打什么还宫啊 都找炮哥 真的 炮哥免费班兄弟们操作 真的 我打还宫是真的猛 比赛十七回合 对面出了个孩子 还有斯托领的孩子吗 现在 第一斯托孩子 斯托孩子是什么鬼啊 有高级鬼魂术 关键盘的话 有逼的鸡泡在 对面的话 也不太好起那个天地啊 我跟兄弟们说一下 这个时候的话 关键盘法系的武龙丹 就不多了呀 这边出了一个配速 出了个仙女激发 那出仙女激发的话 对面直接打天地就可以了呀 这边起赤焰回血 关键盘法能赢比赛的点 一定是五十六回合起 凌远啊 看一下对面给不给机会啊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什么 第一斯托孩子呀 斯托孩子会 连环机啊 刺油 刺油之薄 宝宝有天地啊 我跟兄弟们说一下 你就不用选择来清武装罐的宝宝了 因为百分之百是要起天地的呀 关键盘法打关灰之甲 这个时候宝宝清不掉啊 一个斯托自薄六千一 兄弟们 关键盘法的话 配属顶格要赶紧换宝宝 对面的话给关键盘丢 丢了一个无字金啊 无字金的话是不可以起被动法宝啊 什么金甲什么都起不了 直接笛子 加一个旗子 这一把持油之薄啊 兄弟们 一万五 一把持油之薄 哇 这宝宝真猛啊 哇 这啊 兄弟们 关键盘出了个配数 配数没有用啊 一个持油之薄 真的 这 跟打沙包一样 兄弟们 20个药 一个药 没吃啊 兄弟们 关键盘这个时候出公包完了 感觉没有什么用啊 兄弟们 再加敌 20个药 一个药 没吃了兄弟们 你敢信 人物满血 宝宝差不多也是满血 比赛三四五回合 宝宝有高鬼魂了 对面出地厅了 这一把地厅的话 血都没加过的 兄弟们 比赛三四七回合 没须米 别拿错 OK 咱们下局再见了 比赛的话 魏洪峰的比赛还是特别精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